我是慢性病連續處方簽 所謂的慢性病就是像是糖尿病 高血壓 高血脂這一類 長期需要使用這個 藥物做控制的一個疾病 那如果說醫生當發現這些患者 他的狀況已經很穩定的時候 他就可以開立一個 三個月的慢性病連續處方簽 那他就不用每個月再回去醫院 然後看醫生 挂號看醫生排隊領藥 是不是很方便 大家覺得很方便 直接到旁邊的藥局領就可以了 但是啊 只是大家想想看 未來啊 我們其實說實在像我這樣子 我在想我要買在一個台北 我是台北人 我要買一個房子在台北市區 有夠困難的 那就會越來越跑越遠 越跑越遠 到最後陽明山上 到烏來啊 對啊 那未來再服貿吧 算了 不要講這個 就是說 反正就越來越遠了 那這樣子我領藥下山什麼回來 哇 花費至少了一兩個小時 這樣講的很不清楚 我舉個例子 像台北附近的近郊 平林啊 平林山上就是住了有六千個人 其中有一半像是老人家 他整個都有一些慢性疾病 那那整個地區啊 一間藥局都沒有 那他們領藥就是要下山再回去 來回至少花個 三個小時 四個小時這樣子 好 那這個是 所以說我們這個社會 到底有多少像這樣子的 有需求的人 哈 那 這是我們年齡的結構 台灣現在的年齡結構圖啦 那 台灣現在有三百萬的老人家 其中有八十趴有這個慢性疾病 那 健保 每年啊 花費七百億人 呃 在這些慢性病的用藥上面 那再過十年呢 這些老人家的數量 會再成長一倍 然後到二零六零年 很遠 好像很遠 會到達四倍之多啊 那 想想這個時候 你我都是其中一份子 那我們是不是有可能會 遇到一些像靈藥這樣一方面的困難 所以我們就想 那我們藥師除了在醫院啊 在藥局以外 那我們還可以坐手 所以最後我們決定要走出去 我們走出去呢 我們直接把這個 欸 處方簽上面的藥品 那些慢性病處方簽的藥品 直接配送到這些 住在偏遠地區的人 行動不方便 處著管障 甚至 甚至是這個握病在床的病人 我們讓他有 享受這個方便的領藥的 一個方式 還有我們專業的一個服務 那怎麼樣使用我們這樣 這樣的服務呢 很簡單 就是有傳真 手機跟電腦 這三種方式 大家各位在座 都很熟悉 像手機啊 電腦這樣子的方便 的東西啦 那其實在我們的客戶裡面 比較多 就是老人家 他其實最熟悉的是傳真機 那在醫院啊 看完 看完病 那直接呢 在處方簽上面 寫上聯絡的地址跟電話 走到旁邊的便利商店 傳真給我們 那我們時間到了 那 藥師就會親自把這個藥品送到他們家裡面 跟他核對一下健保卡啊 看一下他的用藥 跟他講解一下 有一些專業的諮詢 好 好 那 這個我們藥師啊 我們是由藥師一個團隊啦 那我們 每次有這樣的需求的時候 我們會由藥師 親自的送藥到這個家中 那 除了我們把他的藥品啊 送到他們家中以外 我們還可以做些什麼 舉個例子 來說好了 我爸爸 他長期有在吃這個高血壓的藥品 在國泰醫院 那另外他就是 剛好前陣子有一些事情 狀況 他又到了農種去看病 這個時候啊 有一個專業的兒子 像我這樣子 那 那 我就 義不容辭當然 幫他把藥品拿來看一下 這兩邊的藥品是不是有問題啊 有沒有重複的部分啊 有沒有 多餘的 或者是有交互作用的部分 那我們 現在在做的事情 我們親自把藥品送到 家中了 就像是 大家都有一個專業的兒子 專業的藥師兒子 那就是幫他看一下 他的處方簽上面 就是 他可能 除了我們送的處方簽以外 他還有在吃其他的藥品 那這邊是不是有重複的藥品啊 或者是有交互作用 那甚至呢 我們還沒看 我們還可以看到啊 平常的飲食狀況 那還有他的那個 保健食品 你在吃一些保健食品 是不是跟這些藥物啊 有所衝突 那還有一些比較特殊的用藥 比如說像吸入劑 氣喘使用的吸入劑 這種藥品啊 他如果 用一個不對 方式不對 他可能就 沒有效果了 那我們要是親自過去 就是親自餵教他 教導他怎麼正確的使用這個藥品 讓他們也可以達到說正確的用藥 安全的用藥這樣子 那以上這些服務呢 完全都是免費 那 那我們錢從哪裡來 基本上 其實啊 你這個處方簽在 醫院裡 在社區藥局裡 或者是跟我們裡 健保局都已經幫 幫你把這個藥室服務費都付清 付清了 所以我們只是做一個 一點點的資源的重新分配 我們多接觸這些處方簽 然後我們可以把這個服務推廣到 就是像是偏鄉山中的民眾 或者是領藥不方便的民眾 或者甚至各位其實在 即使在都市 都可以享用我們 同樣的一個服務 但是啊其實大家也知道 像這樣子 一張處方簽 我們要為了一張處方簽 上山下海 到了什麼阿里山啊 烏來啊等等之類的 一張處方簽的藥室服務費 的確是不到那個程度 那做這個東西其實有點困難 那我們就先 我們就開始發現了 就是有一群人 他們也需要這樣的服務 就是說在廠造機構的這些 呃 住民們老伯伯們 他們有這樣的需求 那這個機構呢 他們每三年也要通過一次 這個政府的一個評鑑 一個考試 那裡面就有一些 鑰匙服務的項目 那我就發現我們鑰匙可以幫助 像這些機構做這個評鑑 然後呢提升這個住民的一個 用藥的品質 以及它住宿的品質 所以我們是發展了 大概十幾二十項的一個 免費的藥室服務 然後 所以我們有一點成績啊 就是說我們現在在全台 已經有三百七十家的 廠造機構做一個合作 那我們每年參與的這個 廠造機構的評鑑有兩百場了 那每個月服務的人次啊 包括說藥物的諮詢啊 或者是藥物的配送 已經到達一萬五千的人次啊 那目前的話 我們從台北一路到台中 延伸到了南部 服務到了屏東這樣子 明年的話 我們預計可以服務到花東 就是全台都可以享用 我們這樣子一個服務 那另外在做這個服務當中呢 我們還發現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說 我們發展了一個 二十四小時的 用藥諮詢的服務 因為大家可能 在醫院啊 領藥 就是 不敢 有些問題不敢問醫生 然後到了領藥之後 排隊排了半天之後 藥師就跟你說 欸 請問什麼名字 健保卡 好 你可以滾了 就是 他沒有時間跟你做這種事情 這麼多事情啊 我之前也在醫院啊 所以我真的沒有時間啊 那我們現在有一個0800的電話 在他們真的有需求的時候 可以透過這個 手機也可以打的電話 在藥物上面可以做一個諮詢 那我們有一個LINE LINE的ID是這個 那講到這裡 大家可以拿出手機 把這個加起來 如果家裡啊 就是有 知識慢性命廚房籤的一個 朋友親愛好友啊 可以直接 拍下去 傳給我們 那我們之後就可以 時間到了 就把藥物配送進去 為什麼要這樣做 因為其實是 做這個真的是不太容易啦 我們啊 走出去 還是需要說各位的支持 就是說 各位每一張廚房籤交給我們 那我們就可以再多幫你們 服務一位偏向的民眾 就是靠著各位的一起 跟我們一起為這個社會 盡一份心力啦 那另外就是說啊 我們 其實真的就是希望 最初就是希望說 透過我們藥師的專業 然後 可以服務到那些 比較行動不方便的人 偏向的人 然後幫助他們在用藥方面 或者是在健康上面的問題 達到說 城市裡面跟鄉下裡面 有一個健康平等 那我們相信 我們除了 我們藥師啊 可以走出去 那其實我們未來 也希望說 攔入一些 就是像 醫師啊 護士 社工 營養師等等 那我相信我們可以走出去 他們也可以一起走出去 那就是說 如果你也跟我們 有一樣的理念 一樣的想法的話 也歡迎大家加入我們 我們可以一起把這件事情做好 謝謝大家 好 我們觀眾朋友接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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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問一下 剛剛我們是 那我想說 像精神類企業 它應該有可能要 需要長期營養嗎 那它也是在這個裡面找 是 沒錯 其實我們合作的機構裡面 也有精神方面的 安養中心 那他們其實也很多 就是 其實已經可以長期穩定的 用一個藥品 在做控制 所以 醫師也可以幫他開 慢性組合前 可以 我們現在其實說 你現在如果真的打電話 你真的也不方便 把這個廚房簽傳給我們 打電話跟我們說 弟子在哪 我們親自去收你的廚房簽 時間到了 再幫你配送過去 請問一下 那那個配送的話 是由 就是 i-tel這邊統一配送 還是 全部究竟的藥群 他會幫我們配送 全部都是由我們鑰匙 其實我個人就是宅配鑰匙 我每天都在外面跑 就是 幫你把藥品送出去 那當然有任何 藥物上面的問題 都可以諮詢我們 這樣子 那請問一下 這樣 i-tel是一個 一定的機構嗎 其實我們剛開始沒有定位我們的機構 我們的公司算什麼樣子 但後來發現 我們做的像是社會企業一樣 當然我們是需要自己營利 那我們其實也是需要說 幫助政府推動一些偏鄉的服務 那靠自己的力量 所以說我們當然是需要有一定的營收來源 妳請問 감사합니다 請問 你們對地下販賣的藥 請рен 其實跟大家講一下 我們其實會辦講座 譬如說像我今天早上剛好 就是在桃園的一個機構 做一個拥搖安全的講座這樣子 當然是我們當然是盡量盡一份力 告訴這些老人家說 千萬不要使用這些電台的藥品 因為裡面可能都參與有類固醇 或者是一些真的非常傷身體的藥品 因為台灣洗腎率這麼高 其實真的有一部分 很大一部分就是因為這些地下的電台 那我們目前可以做的就是盡量說 做一些用藥安全的講座去推廣 就是告訴大家這件事情 那就是這樣假設好預設的話 那假設我在服務對不對 那如果這樣子如果我要找最近的藥品 要找你的話 那應該要留給你 直接打電話 然後你有沒有射點是會不會去 沒錯就是我跟 我剛才也說到我們現在服務圈 整個台灣的西販部都有服務 那就是我剛才說的很簡單 把我們那個080的加入LINE 把主方籤拍一下傳給我們 知道上面記得要寫下那個地址電話 那我們可以聯絡 然後我們直接要是就送過去了 直接到府 對直接到府 對 所以我們其實並沒有說 一定要在哪裡有據點 對啊 我們整個總公司是在台北 請問一下 好 不好意思 我想問一下 你說到府 就是會不會有這種 會不會怕炸工品團去的 然後你會有什麼防範措施 其實這個問題是 我們一開始在做這些服務 因為都免費了又要失輕鬆 大家都以為我們詐騙集團 所以說這件事情 其實在做這件事情有一點困 因為大家一開始不太相信 但是我希望說我們接下來 我們還是會做一些宣傳宣導 那希望大家真的相信 我們是一個非常正當的一個職業 那也是說靠各位 幫我們再做一些推廣這樣子 好 最後一個問題 50秒 我有一個問題 就是你們有服務一萬五千人 所以一萬五千人 對 一個月目前 對 所以其實不少 所以我比較好奇 因為你們是有把國產要求 然後再來就是 我之前在有限電視團工作 現在要退出位的話 就是希望把業者都進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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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有機會的話 我們 因為我們就是中部的有限電視 其實就是還要團隊偏向的 是不是很難 當然 當然 我們現在的目前的團隊 有十幾位的鑰匙 然後目前有二十多位員工 對 然後 當然 我們之前有上過一些新聞報道 對 那 那未來 當然有機會 大家也可以在電視台做一個宣傳 這樣子 有任何問題私底下可以再來問我 謝謝 好 謝謝怡希 謝謝 謝謝 如果你 Technology 做一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